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全國人大公佈了香港國安法的草案傳聞 裡頭其實有幾大重點 現在我們一齊來看看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催促特區政府盡快就23條進行本地立法 草案的第三條就說明了 說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特區的憲制責任 特區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即是將香港國安法放在基本法附件三裡頭在香港實施 都不夠 還要繼續進行本地立法 當然本地立法一定是基於國安法的框架底下進行 所以只會比國安法的條文更加辣 而不會是寬鬆了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呢 我相信這一點也是整個草案條文當中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中央有權在香港設立國安相關機構 好了 草案的第四條就說到 說特區應當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和執行機制 強化執法力量 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執法的工作 這個重點來了 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 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區設立機構 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職責 即是計算解放軍駐港部隊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署 以及中聯辦以後 再多一個中央機構在香港可以設立 這次就簡直說明是國安相關的機構 就在香港負責所謂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 到底這個機構是否具備執法能力 在草案全文當中沒有提及到 但是無論他有提及也好 沒有提及也好 說到他說有也好沒有也好 最終他都可以演繹為有 大家看看中聯辦怎樣來演繹《基本法》第22條 就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好了 這個機構在香港設立以後 就可以使得大陸派駐在香港的國安人員 或者是特務人員 他們的活動能夠地面化和正當化 實行這些活動已經在香港長期存在 更加加上一件事就是 當香港人經歷了過去一年多的經驗以後 都已經知道這些事是不陌生的 現在只不過是擺上台面的樹 這樣的話 他們當然在行動上能夠更加明正言順 就不需要再說扮鬼扮馬 因為他們就具備在香港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能力 這個其實就是比逃犯條例的修訂更進一步 因為去年逃犯條例的修訂被香港人的抗爭拉倒了 特區政府就被迫要撤回 現在就不用了 直接把大陸那一套搬到香港 在香港派駐一個機構 來執行國安的職務 所以很多人形容跟東廠沒有分別 這個機構當然也會加速一國一制的進程 外國的政要都不是傻 當他們看到原來 中央可以在香港設立一個國安機構 去所謂履行職務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重新考慮和評估一件事 到底外國商人、外國記者或者外國居民在香港 會否遇上什麼危機 而且他們同時也會重新審視 香港是否還是名義上的一國兩制 不僅是美國 其他外國也一樣會這樣做 這真是踏出攬炒之路 不過這個攬炒就不是由香港人來造成 講到攬炒的時候 對於很多香港的富商或者言達來說 影響就是最大的 包括了有份去開會的 港區人大和政協 因為那些所謂的制裁措施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至為重要 反而對於特區政府的官員 他們那班人都是豆糞 到底有多少資產在美國都成問題 但是這一班的言達和富商就不同了 隨時他們有些人是拿著美國籍 或者是有些人在美國擁有大筆的資產 若然真的啟動制裁機制的時候 隨時這班港區人大就會首當其衝 因為香港國安法的草案是擺在全國人大會議當中表決的 他們是有份出席的 相信他們也會投贊成的 所以他們有份 會促成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實施的 所以到底在外國的眼中 會不會變成了蠶食一國兩制的人士呢 要看看香港的年度報告如何作出判定 另外這件事當然會加速了一國一制的進程 其實在條文當中也反映得出 大陸仍然是抱持著思維 香港人去年搞的抗爭 無非是外國勢力一手去促成 這跟香港人的觀點當然是完全不一樣 南緣北徹 因為香港人在爭取五大訴求 到最後就是爭取真相普選 而真相普選就是 基本法裡頭的莊嚴承諾 第45條和第68條分別是說了 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普選 當然他也要找藉口來抵賴 難道說自己反口不讓雙普選 搞到你抗爭嗎 第三個重點就是 這個草案的第五條 其實就反映出一件事 就是把行政長官虛偽化暗制 第五條就說什麼 就說特區行政長官 應當就住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 開展國家安全推廣教育 依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等情況 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即是說 不僅要整個中央駐港機構 管國安事宜 而且行政長官也要定期交一份報告去 到底看看執行的情況是怎樣 這樣就是 一方面就將你削權 已經是 國安方面的東西 已經是由一個駐港機構來執行 但是行政長官也要定期撰寫一份報告 看看執行情況是怎樣 即是說整個特區政府就是要積極配合 所以行政長官的權力就只有被進一步削弱 大陸也說得很清楚 中央人民政府就掌握了全面的管治權 而中央駐港機構 就可以行使監督權 即是說 中聯辦都可以的時候 這個國安機構隨時都可以 第四個重點是甚麼呢 剛才這個 《草案大五條》也說了 要開展國家安全 推廣教育 這個其實就是等同於把國民教育借私環環 又用過另一個名義而已 現在又說國安教育 之前又說國民教育 都是那些洗腦東西 好了 要執行這件事的時候 總要有一個切入點 之前的歷史科的試題就是切入點 根本上找一些東西出來說一下 根本上找來作為一個導火線 如果不是怎樣來告訴別人 香港的教育制度 香港的考試制度 香港的教材私資是出現問題的 就是借歷史科的試題來講的 現在就說明了 要開展國家安全推廣教育 就由行政長官來執行 所以特區政府 在未來一段時間 肯定會對於教育制度 進行大規模的整頓 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就公佈了 到底英國方面有什麼反應呢 英國外交部就說 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約國 會致力於維護香港的自治 以及尊重一國兩制的模式 就說 外會密切地留意情況 期望中方尊重香港人的權利 自由 以及高度自治 這個反應未免 就是太過溫和了 始終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 替約國的其中一方 你是否應該要拿出 起碼跟美國同等的 反應出來呢 這時候不是簽中美聯合聲明 為什麼美國的反應 比起英國更加大的呢 英國其實也是一個導義責任 要向香港人盡責 對不對 比如說你至少 對於那群BNO的持有人 你會不會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呢 會不會給予他們一個居英權呢 無條件的 因為有條件的居英權 其實現在BNO持有人都可以拿到的 比如說在英國住滿五年 以及符合某一些的條件 他就會有的 但是你現在要無條件 因為你要盡回人道責任 還有英國就應該向其他英聯邦的國家 同樣給予這個待遇 到底肯不肯去做呢 那就另一回事 英國政界對於香港國安法 就相對冷淡 但是在美國 參眾兩院的議員 是非常熱烈的 比如說 民主黨籍的參議員 Chris Holland 以及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Pat Toomey 馬上提出了一項新的議案 他們就說 中國現時的做法 令人感到非常不安 他們就會加快提出一項 捍衛香港人權的法案 是兩黨共同支持的 並且敦促 參議院要盡早通過 這條新法案的目的 就是要制裁那些 破壞香港基本法 或者是破壞香港自治權的個人或者組織 當中可以涵蓋那些 推動港版國安法的中共幹部 以及 跟這些人或者組織進行重大交易的銀行 當然法例已經 寫得很完美 但是最終的執行情況會是怎樣 當然就橫看下星期 這個香港年度報告 到底它公佈的細則是怎樣 會不會有些很具體的措施 之前很多人都估計 這個年度報告可能都是寫一些行貨 但現在看來就未必了 因為國務卿蓬佩奧已經說明 要等到兩會結束後 才發表這份報告 換言之他們一早就已經收到封了 就有人通了水 告訴他們 會有一些針對香港一國兩制和自治權 有些蠶食或者損害的措施出台 好了他們就留待 等這個兩會結束後才說公佈 所以那個年度報告就來得更加實際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